这名女乘客刚进入飞机厕所 就立即脱掉了自己的上面 随后踩着马桶爬到天花板 趁着飞机震动的瞬间 用力砸开头顶的天花板 顺利进入了飞机的检修通道 接着她又从兜里拿出一枚硬米 轻易打开了飞机的配电箱 就在女人寻找自己需要的那根电线时 守在外面的空井似乎发现了不对劲 在打消了空井的疑虑后 女人立即跑回配电箱 迅速找到那根她需要的电线 紧接着毫不犹豫地插进另一个插口 只是一瞬间 飞机客舱里的氧气面罩全部弹出 所有乘客顿时慌乱了起来 此时飞机正处于万米高空 舱内一旦施压所有人都得完蛋 可明知这一切的女人却并没有选择罢手 反而又拔出一根电线 给配电箱来了一个短路 飞机上的灯光瞬间全部熄灭 客舱里的乘客顿时哀嚎一片 女人却趁此机会偷偷离开了卫生间 等卡森反应过来的时候 厕所里早就没了女人的身影 此时朱迪已经进入了飞机的设备舱 他怀疑女儿肯定被藏在了里面 可找遍了所有地方 他依旧没有发现女儿的尊敬 就在这时 朱迪突然看见了丈夫的棺材 女儿说不定就被藏在了里面 他来不及多行 急忙跑过去输入密码 可等他打开一看 里面却只有丈夫的尸体 就在朱迪有些不知所措的时候 空警卡森已经顺着线索找了过来 这次他毫不留情地给朱迪戴上手套 并告诉朱迪就因为他的鸿马 机长决定究竟找地方让飞机降落 眼看自己再也没有机会找到女人了 朱迪突然想到了关键的意义 如果他的丈夫带着女儿一起跳楼死 他带上飞机的应该是两具棺材 可卡森这时根本不在乎 因为他的缘故让400名乘客被吓得半死 飞机一旦降落 他就会被当地警方带死 就在卡森带着他穿过走廊的时候 乘客们突然纷纷起身鼓掌 就因为朱迪要找一个并不存在的人 不但让所有人延误了刑场 还差点让飞机出现了不可妄为的事故 可就算到了这时 朱迪还是认为女儿就在飞机上 看着苦苦哀求的朱迪 卡森似乎心软了 他叫来空姐帮忙看着朱迪 决定再去找机长谈一谈 可朱迪万万没想到 卡森并没有马上去找机长 反而拉上了隔间里的所有窗帘 随后更是偷偷潜入进了设备舱 他找到朱迪丈夫的关台 迅速撕开边缘的夹层 从中拿出了两枚炸弹和一个开关 原来这一切都是卡森的阴谋 他不但制造混乱 差点逼疯了朱迪 还把他的女儿藏在了设备舱 随后他把炸弹安装在女孩的头顶两侧 紧接着启动了炸弹开关 在一切准备就绪 卡森这才找到机长交给他一个账目 并说朱迪要求他立刻往里面汇入五千万 否则他们就会炸掉飞机 对 他说朱迪还有一个共犯 但他不肯说出到底是谁 而引爆器就在那个人的身上 他就会立即引爆炸弹 眼看机长已经陷入了恐慌 卡森接着又说据他观察 朱迪似乎并不想伤害任何人 他建议机长让航空公司立刻把钱汇入账目 让朱迪以为自己掌控了大局 等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离开飞机后 他们就有办法带回朱迪 没了主意的机长只好点头答应 随后卡森便返回了客舱 半路上一名空姐突然找到了他 原来这个女人就是卡森的内衣 之前就是她利用植物质变 谎称登机口并没有女孩的纪录 随后又制造了一份医院的假传针 让所有人都误以为朱迪的女儿已经死了 但空姐这时却显得十分紧张 不过卡森已经胜券在我 只要航空公司把钱汇入账目 他们就可以按照原定计划顺利脱身 而朱迪唯一的女儿 也会跟着飞机被炸成碎片 在安抚好空姐后 卡森这时也接到了机长的电话 五千万已经顺利挥入了他的账户 接下来只需要等飞机降落干掉朱迪 到时候谁也不会知道事情的真相 紧接着他又立即找到朱迪 并说飞机降落后其他乘客会先行离开 他们留在最后等警察进来搜查飞机 朱迪一听顿时松了口气 然而他还并不知道 真正的危险才刚当开始 等飞机顺利降落后 所有乘客都下了飞机 随后是机长和机组人员 可朱迪在看见机长后 却不顾卡森的阻拦冲了过去 并说再过几分钟就会找到他的女 到时候机长必须向他道歉 而机长这时也终于受够了憋屈 机长的一番话让朱迪有些摸不清头脑 而察觉不对劲的卡森 急忙以探员的身份提前离开了飞机 朱迪这时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他连忙追出去一看 发现外面已经被全部戒严 乘客也被迅速带离了机场 终于反应过来的他立即叫住了卡森 卡森明白自己已经暴露 他从兜里拿出引爆器挑衅地看着朱迪 并威胁他如果还想女儿活着 就让机组人员先下飞机 否则现在就把他的女儿炸成碎片 为了女儿的安全考虑 朱迪只好照做 不过在所有人全部离开飞机的时候 朱迪也留了一个新眼儿 他让卡森把配枪交给机长 现在两个人都相互忌惮着对方 卡森也只好乖乖照做 就在卡森关闭舱门的瞬间 朱迪突然用烈火器将他砸晕了过去 紧接着从他身上搜出手铐 将卡森靠在了附近的铁栏杆上 随后又从他身上找到了引爆器 可还不等朱迪逼问卡森 那名空姐突然走过来 看着对方出来的方向 朱迪这时也知道了女儿就在设备舱 谁知卡森还藏了一把手枪在小腿上 朱迪见状急忙逃跑 而卡森也趁机一枪打开了手铐 眼看对方就要追上来 朱迪拼尽全力躲进了驾驶舱 随后急忙插上了所有门帅 追上来的卡森顿时恼羞成怒 凭借他的小手枪根本打不开这扇门 于是他挑衅地说出了所有真相 因为棺材不会受到X网警察 所以他把炸弹藏在里面带上飞机 这时他还需要一个熟知飞机构造的劫机反 而朱迪完全满足这个条件 于是他制造了一场意外杀死了朱迪的战斗 随后又趁着朱迪睡着的时候 偷偷绑走了他的人 紧接着在空姐的配合下 让朱迪在飞机上制造混乱 最后再将所有罪名全部推到他的身上 而卡森这时还根本不知道 朱迪已经拿着一本书打开了头顶的通道 紧接着他故意扔出那本书发出动静 制造出自己正在逃跑的假象 在确认卡森已经从门口离开后 朱迪这才谨慎地打开了驾驶舱门 可他还来不及跑出多远 就看见卫生间的门被突然打开 朱迪被吓了一跳 不过他还是壮着胆子走过去 刚好看见卡森顺着天花板爬进了检修通道 朱迪急忙顺着楼梯跑向设备舱 却突然被守在这里的空姐拦住了去 但他很快就看出了对方的紧张 趁着空姐心神大乱的时候 朱迪突然一拳打晕了对方 听见动静的卡森急忙追了出来 但朱迪这时已经不见了踪影 就在他四处寻找的时候 却发现他的女友 已经抛下他独自逃出了飞机 此时朱迪已经不顾一切进入了设备舱 而他也终于在这里 找到了还在昏睡的女儿 就在他尝试叫醒女儿的时候 已经处于暴怒边缘的卡森 迅速用手枪打开了头顶的设备舱 朱迪看着两边的炸弹瞬间有了主意 在卡森进入设备舱的同时 他急忙暴起女儿藏到了卡森脚下 随即又趁机偷偷绕到了他的背后 等卡森反应过来的时候 朱迪已经和女儿藏进了另一边的毒道 紧接着 朱迪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引爆器 剧烈的爆炸直接炸火了大半架飞机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们葬身大火的时候 朱迪抱着女儿缓缓走出了浓烟 看见这一幕的机长瞬间傻眼了 直到这时大家才反应过来 朱迪一直都是对的 在一切尘埃落定后 机长庄重地向朱迪道了歉 而逃跑的空姐也被抓捕 为爱 朱迪抱着女儿缓缓走过人群 那些之前曾经质疑过她的乘客 全都露出了复杂的目光 相信从这以后 再不会有人质疑一个母亲保护女儿的决心